接下来我们要来测试在CPU设计里面一个重要的元件叫多工器 虽然各位看我设计的CPU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多工器 但是其实每一个Case元件都是一个多工器 每一个Case的语法都是一个多工器 在我们CPU里面就有好几个Case语法 所以其实它里面都内建了一些多工器 只是你没有感觉到而已 其实也可以把它都独立成一个模组 但是当你设计CPU的时候 把它模组化以传统的方法是很好的 但是Evlog的做法不是很好的 因为这样反而阻碍了它最佳化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先来测试一下什么是多工器 好那我现在做一个四个选择的多工器 那所以选择位元就有两个位元就够了 两个位元可以选择0001 1011就四种 好那所以呢我用设计一个叫MUS4的东西 那当0的时候它就会把Q设成D0 1的时候Q设成D1 2就设成D2 3就设成D3 那这样子的做法就是我进去 然后再出去 但是其实你这里以多工器而言 它不一定要 这边不一定要用暂存 但是用暂存也是一个办法 因为在语法上面 在语法上面 你要设等于的话 最好要暂存 否则的话就要用Assign OK那这里是我的测试模组 D是四个位元的 S是两个位元的 是选择线 那Q就是那个我们最后的输出 那接下来呢 我一开始把S设成0 从0开始 然后D呢就固定 D固定是0110 这是四个位元 那我们每50的时候把S加1 然后在1000的时候Finish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MUS 那这个不是循序元件 这个比较像是组合元件 但是因为我们有用到暂存器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循序元件 应该是MUS 就MUS而已 好 那我们的输出是这样 当S等于1的时候 那这个S等于1 这D永远都是0110 所以D永远都是6 那我这样写其实不太好 我应该在这边把它改成是B 因为用二进位的输出方法 而且输出四个位元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好 有没有 这0110 那1的时候呢 Q输出1 因为第一个位元是1 2的时候是输出1 因为第二个位元是1 3的时候是输出0 因为第三个位元是0 0的时候呢 是输出0 因为第0个位元是0 就这样 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子 从0到3的时候 是010的循环 010这样子一直循环 那这是我们的测试程式的用途 那各位就请试试看 这一个程式 试试看